喉嚨痛 你在車上幾天啊 兩天啊 確診的民眾簡先生待在車內 除了無奈還是無奈 隔窗透過紙筆 寫下這兩天的生活 他因為家有老小 想申請居家檢疫所 疑似政府還沒更新資料 導致他申請不了 只好睡車上 這一待就是兩天 我現在要 我現在要到 離我恆近的一個附近的路邊 然後先請他先幫我放證 然後我再去哪 確診無處去 吃飯上廁所也都成問題 感受當然是很不好 那你也不能亂跑 那你還是只能乖乖拉在車上 另一位蔡先生也是確診者 要填回報系統屢屢失敗 15個小時試了 最少50次有 一開始以為是我們自己填的 就是有填錯 結果我們都沒有 誇張的是打給1922 對方近回 叫我們聯絡廠商 我們就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是我們去聯絡 應該是政府要去處理的吧 確診老實說真的很不舒服 還要用這個 老實說真的不想用很累 在5月21號下午已經修正了 未來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政府說要與病毒共存 但面臨龐大確診數又應付不暇 民眾確診已經很痛苦 還要忍受系統出包 甚至像被遺忘的孤兒 只能待車上隔離 不禁想問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記者韓志信王世函 台中報導 記者tit了 記者 李宗盛